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年快樂 各位爸爸媽媽 到了媽媽天地的時間 我冰法兩冊是棉花 恭祝各位 家庭開開心心 小朋友又活潑健康 好像一隻八兔仔一樣 蹦蹦跳跳 健康成長 今集大年初一 會和大家說說 小朋友的小天地 當然家庭是他的溫暖小天地 還有出了家庭以外 他們的學習地方 都是一個快樂的原地 今天我們很開心 邀請到來自指信智能中心的負責人 Carmen 胡小姐 和我們一起聊聊天 哈嘍 胡小姐 你好 和大家拜個年 祝各位父母身體健康 小朋友快快樂樂 健康成長 還有開開心心 家庭王母 因為胡小姐本身也是一位媽媽 所以今天會說很多媽媽心得 還有怎樣培育小朋友 尤其在他們上學之前 應該用這個黃金 家庭的黃金時間 怎樣令到他們對於學習有興趣 以及令到他們求之欲旺盛 將來的成長發展會更加暢順 我們不如談談吧 以你的家長角度 我們現在經常說 港鞋真的很頭痛 其實港鞋的形成是怎樣的呢 有沒有說港鞋只是5、6歲的小朋友 還是現在都出現了一些叫港B 港B的BB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現在呢 我是覺得 那些小朋友 坦白說你問我吧 他們被那些家長 真的逼得已經沒什麼氣頭了 他們基本上 是已經沒有了一個童年 也沒有了一個童真 這麼大件事 那時候呢 我們可能兩三歲 一出生 到我們兩歲以上 其實我們的心態都是玩多的 可以停停的 每一天天真地去做自己的事 但是現在很多時候呢 小朋友呢 你有聽過 六個月就說要學什麼 開路記憶 我不敢抹殺一件事 我真的不敢抹殺一件事 就是說 是完全不行 我不敢抹殺 是一定有他的幫助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學習的時候 不需要排山倒海 其實很多時候 現在很多小朋友就是說 是你們我喜歡我學 我不喜歡的 是你們喜歡的 是媽媽、爸爸喜歡的 是 覺得你最好 讀書的時候 當然要多學一些技能 是 甚至乎學之前 你已經琴其書畫 是 都要無一不精 但是我覺得我們做媽媽 甚至乎現在 好像你這樣 你也看身邊有些小朋友 是 其實我們要提醒自己 是不可能的 這個香港或者 這麼多小朋友 每一百分之一百 全部都是天才兒童來的 不會的 但是你說天才兒童 有沒有得 我加強一點 他就可以做到天才兒童呢 其實天才兒童 是講IQ的 IQ不是說你 你去催谷他 他的IQ就會 提供得很厲害 某些東西對他們 真的會很有幫助 但是好像現在這樣 你經常叫他學很多東西 但是回頭 他對他自己 自我照顧能力 他自己的人生觀 或者很多東西的價值觀 他們都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但是Carmen又很難說 這個時代 一個嬌兩個廟 其實都是第一顆而已 是 不同我們以前 就是一大堆兄弟姊妹 所以玩就很開心 一大堆兄弟姊妹 就已經可以玩了一整天 無憂無慮 沒錯 但是現在 因為催谷只有一個 所有的資源 就進入了這個 即是叫金波 是的 所以形成到他 爸爸媽媽 當然要你做人中之龍 是的 所以其實我現在 經常都說 我說原來不是女孩子 是掌上明珠 現在是男男女女 顆顆都掌上明珠 真的 但是我覺得 你要他學 不同的知識 但是他自己本身的知識 我們有沒有好好的去教他們 是的 例如 怎樣去珍惜每一件事 現在小朋友 十居其九 真的沒有了這件事 完全沒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不用爭的 你說得對 那時候我們那個年代 不停要爭的 可能我們七兄弟姊妹 只有一份 一份東西 但是現在不用了 輪流玩的 排隊玩的 是的 現在不用的 現在是一個小朋友 原來他已經有七份了 是 爸爸買一份 阿姨又買一份 公公又買一份 媽媽又買一份 然後叔叔又買一份 總之 一樣東西他有七份在面前 現在你不可以用 我扔掉你的玩具 你再不收 你要脅他們 扔吧 隨便 我裡面還有一堆 隨便 是的 生日又有幾份 是的 你想想 現在 他們真的沒有所謂 太富裕了 太富裕了 真的 我都有時明白到 我自己也是媽媽 我都有時明白到 不是媽媽說OK就可以 媽媽和爸爸 對她比較嚴厲 但你不要忘記 你後面還有很多 爺爺媽媽 阿姨、舅父 你不疼不要緊 他們來 很大的喉頭支援 是的 真的 你想想他們真的很有趣 買鞋 現在做父母 其實如果你不是過份 你不用買了 很多東西 我自己也是媽媽 是的 我有個兒生女 你要什麼 我兒子就有什麼 是 他買完 他才拿來給你 嗯 是的 這樣OK 那別人這樣 你不會說 你不會罵人 是 你的心是多謝的 但其實 久而久之 大家都不覺得 其實問題就開始來了 是 小朋友的性格 又或者 所有事情都好像 天下降下來的 順利成章 我必定有 甚至不用開口問 不用主動 或者不用積極 他就覺得 手道難來 什麼都順手黏來 是的 所以 除了是家 因為小朋友有一種 劣根性 在家裡就是 小皇帝 小皇子 小皇后 很多時候 爸爸媽媽說 可以了 在家裡 被他寵壞一下 也不要緊 因為 他將來都會上學 去到不同的環境 他自然就會 有老師讀 有老師扮起臉 他不導 他不聽 他就開始要讀書 我們的年代都是 幼稚園才開始讀書 但現在 都會有 所謂的 play group 或者是 學前教育 很多方面的資訊 被家長選擇 其實play group 是什麼 其實play group 是一個地方 就是 他還沒上幼稚園 因為幼稚園是三歲 還沒上幼稚園之前 給他一個 去學習 互相和人 去溝通 去融合 去相處 還有 學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做一些準備 譬如 你現在說 你K1 K2 或者K3 其實你也是學一些很簡單 A到Z 1至10 或者那些很簡單的東西 但那裏 就是預先 給你有一個 好心的概念 你一上到幼稚園 你就不用那麼辛苦 沒有追得那麼辛苦 其實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還有play group 就是你要和人相處 你要習慣開始 離開媽媽 自己在那個環境裏 跟其他小朋友 或者一個老師 去相處一個小時 或者一個多小時 這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還有有些事情 你要懂得玩 譬如 怎樣去找波波池 已經不是你帶他去玩 那麼簡單 就是說 我喜歡跳起來 放下去也可以 喜歡怎樣找 怎樣找 沒有問題 但這個地方就是 你要有程序的 你要聽指令 要教會他們聽指令 就不是說 亂來 你知道有很多小朋友 他不理你的 媽媽有媽媽叫 你有你叫 他自己有自己走 他也不理你的 但要教會他們 其實要教會他們 基本 你將來上幼稚園 你要做些什麼 或者你要學些什麼 不一定要他們認識 是的 你有個概念 可以的 就是play group 不一定是灌輸這個硬的知識 給他們的 不用 因為上學就真的 拿著一本書 逐個字讀來 學生子 學其他技能的東西 但play group 就是顧名詩 玩的 玩的 遇教於樂 這是最重要的 還有 要放輕鬆心情 是的 不像是老師 真的扮起臉 讀這個字 讀那個字 默書背書 沒有這種眼力 現在老師也不敢扮起心情 現在已經扮起臉 因為其實 對香港的教育制度 我個人的意見 我們那個年代 對不起 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是專師重道的 真的 但現在 我就覺得有點 反過來 因為你想想 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學生 已經懂得跟老師說 你不要罰我 你罰我 我報警 你先生也不能做 真的 很厲害 他們那種的口才 說得好 就做得律師 是的 很有邏輯 所以我覺得 比如你說學錢 其實家長 家庭教育 比任何一件事更加重要 家庭教育真的很重要 是的 他的品德 或者他自己的思想 他的思維 不要想著 別人幫你教 別人教的 只是一些知識上的東西 例如 他要學的字 或者學一些 總之書本上的東西 是的 你自己的品德 真的要家裡自己人教 現在 一般來說 小朋友真的種得太厲害了 是的 真的很厲害 是的 大家都當然知道 如果家裡有得教 都是好的 始終 小朋友是回自己的熟習環境 但是 亦都會這樣說 你熟習自己的環境 變成他們的劣根性 會更加無限擴大 因為未必聽爸爸媽媽說的 例如我們說回Play Group 究竟環境會是怎樣 還有老師又會是怎樣 還有周遭的小朋友又會是怎樣 今天帶來一些相片 跟大家介紹一下 Play Group的環境 一個開心的小天地 很漂亮 例如Play Group來說 我們應該是很Funny 不要那麼嚴肅 因為Play Group 一個地方 不是只學前會教他 其實他回學之後 他還有很多另外的額外 書本額外的知識 其實都可以在Play Group學到 其實總括來說 這些是叫做智能 多元智能 的課程 多方面 對 看法他的思想 變相了 現在的小朋友 一到 上學也好 未上學也好 其實他們有排山倒海的東西學 我覺得不應該 給他一個感覺很嚴肅 所以其實每一樣東西 你很Funny 他會覺得 你來玩而已 不是來學習的 所以我們看到 首先會有很多卡通人物 色彩繽紛的地方 然後繼續看其他的環境 哇 這個房間是教他們做戲劇的 英語的戲劇 英語的戲劇 是的 那小朋友 學習的戲劇 其實有很多好處 他面對人 去說話 不會哭哭哭 不會說 整天都躲在媽媽後面 不敢跟別人說話 其實有些小朋友說話 很厲害 但硬是對著人 他就不肯說了 譬如 裡面 已經學了所有英文 當然 當然 你會想到一定的知識 才可以做成出的畫劇 要他知道 真的 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十年功 你真的很重要 你不可以放棄 其實只要你上這個課 他教你怎樣演戲 講話 眼神接觸 怎樣用面部表情 他教你 以及你排完一個劇 你正式出去表演的話 其實在講 真的半年以上 譬如我們 好像我們有些小房子 我們這些房子 其實是一個小小的圖書館 平時小朋友 上完課 或者他真的可以有些時間 他可以在圖書館看書 還有這些房子 最重要的是 給我們中心的人 跟小朋友聊天 聊心事 聊心事 真的聊心事 真的聊心事 是的 一個很安靜 不用很大的地方 他沒有那麼多東西看 所以你會看到裡面 除了只有圖書 一張桌子 但什麼都沒有 因為不想讓他們分心 又想他們很專注告訴我們 究竟你學習上有什麼困難 你跟爸爸媽媽相處 為什麼會這麼不開心 其實真的很想聽他說心事 其實裡面問到很多東西 這條走廊已經有很多顏色 對 旁邊有很多小朋友的作品 對 因為其實小朋友很有趣 他很多時候 你這樣貼出來 他下一幅會更加更加美 對 有些要推動力 對 你要被推動他 所以我們整間中心有很多的照片 不知道你什麼作品 你只要讓老師看到 你是有心機畫出來的 OK的 我們都會貼在這裡 我們會在旁邊有他的照片 介紹這個小朋友 值得鼓勵 值得鼓勵 他很用心去做一件事 其實你會發覺每件事都很分裂 對 學習房 有不同的顏色 對 不同的桌子都有很多色彩斑斑斑的顏色 對 燈斑斑 其實 總之 一件事就是 不要讓他們有一個 我上學了 我有學習的感覺 是要你在這裡很輕鬆 你做每件事 學每件事都很輕鬆 我玩完一個小時 走啦媽媽 大家抱了一個很輕鬆的心情 離開這個地方 這間日文房 學日文的 學日文的 小朋友學日文的 對 為了日本的畫 日本的字 對 這些是另類的興趣 輕輕鬆鬆學語文 對 你又不要想著他可以怎樣流離 其實你讓他認識這件事 讓他在英文和數學以外 一種另外的東西 他會放鬆一點 現在這些小朋友去上課 其實他們很隨意 他們坐又可以 站又可以 沒有所謂 很活動式的 對 很輕鬆 很輕鬆 我們要他們很輕鬆 他們在上什麼課 這個是英文課 英文課 英文課 看到有外籍老師 我們就要講一下這個話題 很多家長都會擔心 例如一間學校 或一間教育機構 那個CG當然一定要優良 沒錯 那間機構要有口碑 而且教出來的成績 真的要有目共睹 才會更加有信心給小朋友去讀 所以說回CG方面 教英文一定要是外國人 講流利英語 教日文一定要是日本人 教西班牙文 西班牙人最好 胡小姐又怎樣看呢 這件事我非常不同意 為甚麼 我告訴你 我真的很不同意 我覺得很奇怪 為何胡小姐會唱反調 現在的父母 我覺得你們一定要知道 不要別人有的事 你就要有 很簡單 別人的小朋友 可以很純熟地 外籍導師 跟他們溝通自然 不是因為外籍導師 每一個星期跟他上課 不是因為這件事 是因為人家從小到大 在家裡 人家是全英語對答的 連父母也要以身作則 跟他講英文 是的 是這樣人家才會流離 比如你說 有些小朋友 一歲幾 兩歲幾 或者三歲 其實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真的 你上到有四歲到五歲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覺得你真的上到四至五歲 你才可以找一個全外籍導師去教 去跟他們溝通 因為你有一個基本的知識 後期一點 讓他們有跟機 才跟一個外籍導師 反而會比較好 對 其實以我自己很減淺的經驗 我覺得一件事 最多就是 有些小朋友 他又不懂得跟外籍導師溝通 外籍導師又不懂得說廣東話 他其實有一件事 他真的要問 他不知道是甚麼 教了他都不知道 他根本就不懂得問 問也不懂 那他怎樣 他就唯有很簡單 我不問也不理 我就坐在那裡 插一下波波池 玩一下那樣 玩一下那樣 放學了 那他就走了 其實大家都輸 中心也輸 學校也輸 你小孩子更加輸得更重要 父母就更加不用說 你浪費了金錢 浪費了小朋友的時間 結果你真的甚麼都學不到 這是很好的重點 很多家長都會覺得 一定是外籍導師 因為就是很緊緣的時間 我有一個外國人 才可以跟他對答如流 但是 是外國人跟他對答如流 小朋友不是跟他對答如流 他們失落了 是啊 小朋友不會問 久而久之 不如我不要出聲 否則我又不會被人笑 又怕被同學笑 是啊 令到他更加沒有自信 更加沒有那個推動力 他那個求之欲更加沒有 沒有 是完全零 是零 真的零 我都說幾方便都一起輸 是嗎 我覺得一件事就是 學校 為甚麼可以傳來外籍導師呢 學校很多時候 你一個對二十多人 他會有一個TA隔離 是 他會感覺到他做甚麼 是有一個座教 是有一個座教 但是 你一間play group 你一個對六個 其實 一般play group 大家都很清楚 不會特別有一個座教 在裡面 變相了 他不是 你有李錯哥 他有他做事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做甚麼 其實現在就是說 有很多家長 其實真的 人家要有 他也要有 其實真的沒有一件事 你真的要教得 就是教得到他 你要學得到 其實這樣才叫贏 不是人家說 你便說 不行 一定要外籍導師 陳太太也是 外籍導師教 有時我也會問媽媽 其實有時也會問媽媽 我想問你 你也有請外傭 我給你一個菲律賓外容 但他不會說英文 也不會說廣東話 只是說菲律賓話 我想問你 你怎樣跟他溝通 是 大家都溝通不了 那你的小朋友 他不是有一定的知識 有時可能 你從頭到尾 你在家裡 你也是跟他講廣東話 是嗎 是嗎 他未試過這樣全英語對答 是 你不是奢望他 一個星期上一堂 全英語對答 那你就覺得他會流利英語 那不是 是 你一定要找一個 跟他感受到 他自己想要的東西 他究竟認識不認識 他不認識什麼 你一定要告訴他 正如我想解釋給你 這個是蘋果 我也想告訴你 這個叫蘋果 是蘋果 你也要跟他講到 是 大家溝通不了 小孩子 大人 其實是一樣 不懂的 不問 我懂得問你的 我就問 比如我想問你 你的衣服很漂亮 你在哪裡買 原來你講英文 死了 原來我都不懂英文 那就不問 大人和小孩子其實是一樣 他們就更加快 我們都會想一些方法 他們就更加很簡單 我不懂 我不懂 我玩 玩完走 少講就少錯 不講就不錯 但是不同 如果你有一個 例如在外國長大 他本身也是很流利英語 他的咬音很棒 在外國 但他知道 講中文 他們會聽 至少他會問他 老師 我不懂 這個 老師都會知道 他會說 這個 什麼 溝通到就教 溝通不到 不要 覺得這麼簡單 是 所以 胡小姐說了一個很好的重點 很多家長都忽略 亦都帶出一個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很多時候是家長自己一廂情願 以為這樣就是給一個最好的資源小朋友 反而是給錯資源小朋友 是令到大家得不償失的 三個都不開心 媽媽都不開心 因為為什麼你學那麼久 你學什麼都學不到 小孩子 他都不會開心 因為在一個小時裡 他完全跟別人溝通不到 他怎麼會開心 對不對 好了 一些的play group center 就更加輸得慘重 因為你會出去說 不是啊 我相信你學了那麼久都不會說 是啊 是啊 那就是那個機構的責任 那個教育中心的責任 其實大家都錯 其實我真的很希望一些家長 可以真的不要人要的東西 你又要他要 你看看你合不合你的小朋友 恩財私教很重要 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看回自己的小朋友的資質 還有最重要是那個興趣 不是說 我為了要考一個好的學校名校 我就偷到他很多 每一小時都要偷下去 他要學這個學那個 反而是密極必反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我們在聚集中 好像我們特意選一些房子 跟小朋友聊天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做呢 真的有時候他們真的 心裡有很多 很多冤屈 真的很多 但是爸爸媽媽 我真的很想有時候 跟小朋友聊天 我有時接觸爸爸媽媽 其實我也有些 不禮貌地問 為什麼你們做了那麼久 爸爸媽媽媽 你完全不知道 你有沒有跟他們聊 是嗎 沒有 大家都不開心 其實今年的小朋友 可能是 我在學習那件事 他不開心 反而對著爸爸媽媽 不開心 他自己一直都不開心 你怎樣才能令他開心 不只是學英文 不只是學日文 不只是學數學 他學跳舞都可以的 讓他動一下 是發洩的一種 對 其實不一定是學術性的 所以今集其實真的很開心 在這個媽寶天地 邀請到有胡小姐 跟大家聊天 他自己是一位教育工作者 亦都是一位媽媽 所以是很有切身處地 甚至乎叫做 針不刺到肉 不知痛 所以將他的媽媽 教學的分享 跟各位爸爸媽媽 完全講完他們的心事 最後跟大家 繼續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資料 可以打這個電話 就是3101-8988 或者瀏覽以下這個網址 都可以找到有很多關於 怎樣教育培養小朋友成材的資料 再一次謝謝Carmen 上來 謝謝 下次再見 謝謝 下集媽寶天地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下集見 來吧 death